我快走到海边了 这边都是老外 看不着穆斯林 看不着黑人 我估计这个区域 可能都是瑞典人 居多一些 前面的话是个高速 我估计我可能过不去 还是绕行吧 往这边走 刚才我说 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也是共产党 瑞典也是共产党 差距离点这么大呢 哎呀这边人太多了 我一会儿来讲这个问题 我先往前走一走 主要就是有没有监督的问题 因为瑞典是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区别 好处就是什么呢 你干得好你就留下 干不好你就下 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 那干得好干不好 你都在这干 那我为什么要干得好呢 懂我意思吧 就是理念是对的 而直营的时候有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